高雄自動化展 今年很高興我們在高雄參加高雄自動化展 紅隔科技今年展出的內容 大概以1SG及工業節能為主軸 第一個就是我們有關於能源節能的東西 我們展示了有電錶 最重要就是碳排放的問題 我想1SG是今年最重要的課題 再來因為有電的相關 所以我們也有做一些夾道器 就是在台電的便電站所會用到的一些protocol 所以有IEC61850及DMP3.0 那1SG裡面有關於空氣品質相關的 那我們做了非常多 我們從最小的溫濕度 及PM2.5之外 那我們有另外所謂的CO2 CO或是TVOC等等 跟空氣品質相關的 那今年我們更有一個產品 叫做DLW 是微型氣象站 那這個就是可以用在 不管是在農業啦 或是在養殖廠 我們都可以看到 我們有這樣的東西 那最終呢 我們在量測電力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說 傳輸資料要怎麼去得到 那宏格科技 推出了一大系列 叫做IWSN無線感測的方案 那這裡面包含了非常多 從最簡單的電壓電流之外 我們也有震動 也有量溫度 還有其他相關的Sensor 我們有完整的解決方案 可以大力的節省 你量測的成本 你的施工的成本 那最後 我想所有的工廠裡面 最怕的就是有一些震動 那震動不管是在 你的馬達 或是說你的抽油煙機 或其他相關的設備 都有震動的需求 當你的設備 什麼時候會壞 這大家都非常在意 那過去用周期保養的方式來解決 那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這樣 智能的震動解決方案 可以讓你更早做到 預造診斷的方面 那除了震動之外 工廠為了公安 最大的 比如說你有變電站或是配電盤 那你怎麼會知道裡面的溫度 是不是有過高 那最近有一些公安事件 從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們紅外線的政策設備 這是非接觸式的 它量測的點數有768點 你不用接觸到就可以知道 你的配電盤裡面的溫度 當有Alan發生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的信息 透過Nine或是Email 把它傳輸出去 更嚴重一點的 我們再來會提供一個版本 有照相機的功能 當有煙霧產生的時候 更可以得到更即時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在工廠裡面 你所得到的Data 一定要傳到你所要的地方去 那這個時候 我們工業通訊就非常重要 工業通訊裡面 包含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有虛擬COMPOL的技術 也有所謂的C-Rio轉Ethernet的一些設備 那很重要的 紅格式做Io Remote起家的 所以我們有很小的 有Tiny的 有PoE的設備 有Morobus 也有EtherCAD 種種不同的Io我們都有 可以量測不同的物理量 那對工廠來講 一些自動控制 機台自動化 你要做設備 那現在最為熱門的 就是所謂的EtherCAD 最高速即時的 那紅格不只提供EtherCAD的Io 也提供不同的監控 或是運動控制的模組 我們最高可以支援到64種 也有多點數的Io 這是高密度的 也有Stand alone的 也有集中型的 我們有不同的Io 可以讓客人來選擇 那除了這些硬體之外 最重要的 過去寫PoE的人 最在意的是說 那是不是有一款控制器 可以用Soft PLC來達成 我紅格推薦的就是 我們的Wingraph系列 就是Soft PLC的軟體 那我們也支援到 有鋁當等的功能 也有OPG UA的Protocol的支援 所以支援的東西非常強大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 所有內容 如果大家對任何我們的解決方案 有任何的興趣 或是有不夠清楚的地方 歡迎你與我們的業務聯絡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